何秀蘭議員,給你兩分鐘總結 給我答辯才行 雖然有意見說,撐中央就要撐梁振英 我建議大家保皇黨,不要亂撐亂跟 撐中央也要撐打貪才行 隨才口周永康都可以立案 為何香港特首不能查 剛才李慧琼議員說得很好 反對用P&P查行政長官 他不是反對P&P,今早才這麼贊成 他只是反對夏行政長官 為何會裡的保皇黨 我不叫你們做建制派,因為建制是保持體統 體統包括犯貪 為何我們議會裡的保皇黨 上不敢打貪官、下打平民 絕不手軟 李慧琼議員說這是正常商業協議 商業協議可以正常 大家都很清楚 目的是甚麼呢 王國興議員 折二連三要去打擊特首 你猜我們真的有空沒有其他議題好說嗎 我也很想說回復租管、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很不幸 我們這個特首涉嫌貪腐的醜聞都是折二連三不斷爆出來 我們是有責任去跟進 我也請我們自己會裏面的議員 你保皇不要保得那麼離譜 葉劉淑儀都沒有出聲 葉劉議員都是行政會議成員 林健鋒議員不見了 沒得回答 這麼明顯這些商業利益衝突 所以主席 我希望 市民真的要看著我們這個投票結果 看看有哪些人 是拿著什麼原則做事 我知道在這裏過不了 不過我們一定會繼續上大會 麻煩主席